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耶和华大战士的率领下 以色列以少胜多 以弱胜强 将从北方下索而来的强敌消灭殆尽 得胜后的以色列再次尝到神恩的甘甜 体会到被爱 被救 被释放 被赦免得自由的喜乐 他们在士师底波拉和巴拉的带领下 用诗歌向神发出赞美 今天我们就要从士师纪第五章的经文当中 同以色列民一起感受这上利的喜悦 和他们一同从心中赞美耶和华 因为时间有限 我们会将这首底波拉之歌分几次来读 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是 士师纪五章一到十二节 那时底波拉和亚比诺安的儿子巴拉作歌说 因为以色列中有军长率领 百姓也甘心牺牲自己 你们应当送赞耶和华 君王要听 王子要侧耳而听 我要向耶和华歌唱 我要歌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 耶和华你从西而出来 由以东地行走 那时地震天露云也落雨 山见耶和华的面就震动 西乃山见耶和华以色列神的面也是如此 在亚拿之子山家的时候 又在亚裔的日子 大道无人行走 都是绕道而行 以色列中的官长停职 直到我底波拉兴起 等我兴起做以色列的母 以色列人选择新神 征战的事就临到城门 那时以色列四万人中 岂能见腾台枪矛呢 我心倾向以色列的首领 他们在民中甘心牺牲自己 你们应当送赞耶和华 骑白驴的做绣花毯子的行路的 你们都当传扬 在远离弓箭响声打水之处 人必述说耶和华公义的作为 就是他治理以色列公义的作为 那时以色列的民下道城门 底波拉兴起兴起兴起 你当兴起兴起唱歌 亚比诺安的儿子巴拉 你当分性掳掠你的敌人 弟兄姐妹 诗诗纪第五章的开始 就让我们看到一幕 由底波拉主唱 巴拉助唱 以色列众人 一同送赞耶和华的场景 五章二节指出 这场战争的胜利 其实不只是那些 我们所知道的 台面上领袖的功劳 它也是众人 积极参战的结果 这当中除了那些尊贵的 也包括了许多平凡的 甘心尾身的人 但更重要的是 因为他们神的大能 为此底波拉呼吁众人 将颂赞归给耶和华 五章三节接着说 君王要听 王子要侧耳而听 我要向耶和华歌唱 我要歌颂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 当时以色列还没有立王 自然是没有所谓的 君王或王子的 这里的君王和王子 应该是指迦南诸城中的 君王与王子 即泛指那些 抵挡神子民的外邦领袖 是的 因着神在他们当中 行了一件惊天动地 使他们惊骇 哑口无言的事 所以这些君王和王子们 要仔细听这首 歌颂耶和华 以色列神的歌 紧接着前面的诗句 四到五节 底波拉更将耶和华描述为一位 正在行径中的战士 他由南方的西尔 也就是以东 向北迈步 到战场去搭救他的子民 这里的西尔 或者说以东 是巴勒斯坦以南的区域 他位于西南山 那也是当初神 与以色列人立约的地方 值得注意的是 当耶和华迈开大步 往前执行时 地震天漏 云也落雨 山也颤动 这些天摇地动的景象 固然显示出 神的大能与威严 但这里强调的降雨 也是后来战事逆转的关键 更反映出耶和华 才是那位呼风唤雨的主 并且这里将耶和华 由以东地迈向战场的描写 于他在西南山的座围 首尾呼应 让人看到 这位搭救以色列的神 也是过去 与他子民立约的那一位 在有关神圣战事的篇幅 告一个段落之后 五章六节 将大家的注意力 又拉回了现实 描绘出战事之前 那些等候神救赎的百姓 无奈 无能 无助的光景 首先浮现在 以色列人脑海里的 是过去 在亚拿之子 山家的时候 又在亚裔的日子 人们惧怕下锁到一个地步 以致大道无人行走 都是绕道而行 是的 旅客不走直路 怕被贼党抢劫 村民不敢冒险 离开家园 甚至连以色列中的官长都停职 第七节的这句 官长停职 在现代中文译本中 被翻译为 以色列的城镇 被摒弃 因为以色列的这些村镇 不同于迦南人的城市 有又高又厚的城墙保护 在敌人的压制下 以色列那些缺少城墙保护的小城镇 也变得人烟稀少了 这种荒凉的境况 一直持续到 父母官女先知 底伯拉的兴起 才出现了转机 以色列的境况如此糟糕 以色列人如此胆怯 表面上的理由 是没有迦南人的铁器铁车 如同第八节经文所说 那时以色列四万人中 岂能见盾牌枪矛呢 然而第八节经文 同时也点出了 以色列落入这种惨况的真正原因 那就是离弃了耶和华真神 而去侍奉其他的偶像 以色列人选择新神 征战的事就临到城门 这里也再次提醒我们 离开了神的人 哪还能找到真正的避难所和平安呢 和五章二节类似 底伯拉在第九节再一次提到 我心倾向以色列的首领 他们在民中甘心牺牲自己 表达对以色列中那些领袖的钦佩 同样他呼召其余的以色列人 你们应当送赞耶和华 这些被呼召来送赞耶和华的 包括了以色列中不同阶层的人 由百姓中的领导阶层的 有经济较富裕的人做绣花毯子的 也有一般的普罗大众行路的 即使是那些聚集在打水之处闲谈聊天的人们 他们也被呼召来一同来述说耶和华公义的作为 紧接着第十二节用了四次命令句 兴起作为底伯拉对自己的鼓励 鼓励他采取行动 借着所传讲的所唱的基利巴拉和其他的以色列人 起来征战 对巴拉而言就是兴起掳掠你的敌人 弟兄姐妹在今天所读的经文中 底伯拉之歌让我们看见 赞美将我们的目光 由对现实困境的关注 转移到那位虽然肉眼看不见 却满有能力愿意向我们伸出援手的神 虽然大道无人行走都是绕道而行 虽然城镇被摒弃 甚至以色列四万人中 岂能见腾牌羌毛 但是透过信心的眼睛 我们却能看见耶和华是那位 使天地颤抖 以公义执掌权柄 又为他的子民兴起拯救者的神 在其他旧约圣经 特别是在历代之下 有好几段记载提及 神的子民虽然屈居烈士 但是常常在征战中赞美 以靠主而得胜 无论是亚撒王靠着赞美呼求耶和华 而战胜古时人 还是约沙法在赞美神的歌声中 击败摩亚联军 又或者是西西迦借祷告送赞 而下退亚述王西拿基利的大军 对于基督徒而言 赞美让我们思想神的属性与作为 提醒我们神在我们身上 曾经成就的工作 让我们存着感恩的心 也期待他再次在他子民的身上 在教会中成就大事 今天的茶经灵修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分享再会 请不吝点赞美呼吸